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可以说地表最强的准女骑士 她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行为 让她一夜间爆红呢 有网友在脸书po出自己家人在练习场模拟考机车驾照的影片 表示为了考上机车驾照 决定参加台风保证般进行地狱的魔鬼特训 画面中狂风暴雨 整个练习场只有她一个人不畏风雨 听得红灯时还不忘左右查看 她也调侃直线七秒根本像在冲浪 影片一出立刻引发网友讨论 只说这样再考不过就太没天良了 甚至还开玩笑表示 这根本就是在考水上摩托车驾照 不过还是要提醒台风天尽量乖乖待在家 不要外出以免发生危险 这个新闻让人看不上 有台风天保证班 那台风天不是放假吗 主考官也去吗 不是啦 这个是学习摩托车的时候 你总是有时间你要去练车嘛 对 对不对 你要练然后每个礼拜会某一天是考试嘛 对不对 那他只是在练车那一天刚好就是台风嘛 可是他还是自己去了 对还是在练 不是那个本来就是排时间要练车的啊 对 那其实我只是觉得说 因为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嘛 真的 认真的美妹对啊 最吸引人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是一个直男 然后穿着这个很邋遢的在那边练 大概就不会这么红啊 大概会被人家笑阿呆啊 对不对啊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女孩子 而且他的动作 SOP非常标准 该停下来要左右看 做得很标准 这个对 这个是考试本来就会考的啊 对 你如果 譬如说过十字路口 你没有左右看一下 你就直接被扣分 所以这个基础上 他是非常的认真 在练习 因为他搞不好 这个过两天就要考试了 对不对 所以 以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 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每天 骑摩托车交通工具 对不对 下雨天就穿雨衣嘛 下雨天就还是得骑车啊 对不对 你说下雨天就不骑吗 不行嘛 对不对 只是说台风天还这样骑着 精神可嘉啦 对不对 那当然 这个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这个PTT也有一个责 很有趣的新闻 就是开车哦 练车哦 也是台风天 下大雨的时候 去考照 对不对 其实你考照的时候 你真的运气不好 真的碰到下雨天 你还是得考 因为 这些考官都很忙好不好 你礼拜一考 就礼拜一考 对 你不可以延期的 所以下雨天就怎么办 就继续考啊 对 就有人说这个 开车这个 都已经加速到三档了 听红绿灯 奇怪 下大雨 为什么就响了 就是被直接下车 拜拜了 他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然后就到板上去抱怨 跑拍啊 结果被人家酸啊 开车 开车 下雨天就开不过 那你还好意思出来讲 开车不就遮风避雨吗 对不对 下雨天就不会开车啦 就乖乖再去练 也是 所以反而被拴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这个 女孩子 台风天练车 很美 很优秀 太棒了 男生呢 直男呢 开个车 这个下雨天 就被死 跑不过 马上被轰到 体无完肤 是吧 对 不过这个真的是有趣的新闻 我们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但如果你是刚考到驾照的骑士 接下来这个新闻 你可能千万不要去哦 而且我们看到就有一个骑士呢 这个骑在巷弄间 他竟然秒变 水沟盖跑法 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的骑士经过 都会直接避开 但也有人抱怨 如果遇到下雨天 恐怕会有甩车危险 既测量 这条巷弄 短短六十公尺 就有四十三个水沟盖 平均每三步就有一个 为何马路会这样设计 再说原来水沟盖的下方 是昔日农田水利会的灌溉沟取 但民国八十三年疫情 经常验大水 经李明澄清后 政府增色水沟盖排水 但现在没有水患 反而因为整排的水沟盖 多了行车危险 呼吁政府 减少水沟盖设计 保障用路人行车安全 能不能真的减少沟盖 当地区公所表示 将评估大雨的排水量 再做规划 天哪 我还真的没看过 有这么多一整排的水沟盖 记得以前骑摩托车 最怕压到水沟盖 尤其下雨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滑 没错 怪你 这个水沟盖是一个 大的这个铁制品 对不对 所以摩托车其实是最怕什么 最怕的是水沟盖 以及这个斑马线 因为在下雨的时候都会打滑 那当然什么叫做水沟盖跑法 其实这个源自于 头纹至低的漫画 当初应该是叫水沟的跑法 并没有盖 因为这个如果有盖的水沟 藤原拓海没有办法开了 他的车子把轮子 下到水沟里面 藉由水沟拉住他的车 让他可以在转弯的时候更快 可是呢 我们发现在高雄凤山 这个事件的上面 你就会发觉 哇 怎么每隔三步路 就一个这个大铁的水沟盖 其实因为本来这个地方 它是刚好是一个排水的沟曲 那当后来因为把这个沟曲 盖起来变成了这个 方便民众使用的这个通道之后呢 当然造成了交通上的便利了 不过在某一年 因为台风来袭 这个因为排水来不及 所以造成那个地区淹水啊 马上又挖了水沟盖 让这个水可以流到沟曲里面 还是顺着这个水沟可以排掉 但是这个水沟盖 就挖在马路的正中间 说实在的 我觉得如果下雨天呢 就会滑 大家会尽量地去避开那个水沟盖 但是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在 打电动网 就在吃金币 或者是 有一种这个跑金卡纳的选手 看到水沟盖 就很想这样 把那个水沟盖当锥筒 像绕一下 其实反而造成那个 使用路道路上面的 比较容易发生危险 那当然这样的拥有 整条路都是水沟盖的路面呢 还不只有一个地方 除了高雄的凤山之外 我们目前知道 在宜兰呢 也有类似这样子 整条路都是水沟盖的路面 所以机车骑士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行车安全 下雨天的时候 当然放慢车速远离水沟盖 是安全的唯一法则啦 嗯 了解 我们看了一些 有关于台湾啊 道路上面一些奇观啊 甚至一些社会新闻事件之后 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 也是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 电动车的话题 对于消费者 电动车都充满了疑虑 是因为这个里程焦虑吗 那真的一定要里程焦虑吗 我们来看看呢 根据调查到底要多少里程 你就不会有焦虑了呢 对 其实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 它这个呢 是来自美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呢 那它在原本的调查 它的单位是英里 它是那个300英里 那换算成 因为我们台湾常用的公里 大概就是480公里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2016年 就是市售的电动车款 符合这个续航力 480公里以上 只有一台车 那这台车呢 其实我也帮大家找出来 它就是Tesla的Model S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看来6年前 那时候其实市售电动车 还不像现在那么多 这么普及 对 那么普及 那么多选择 所以那个时候 只有一辆车 那到了这个2017 2018 你可以看到2020 已经逐步的上升 到了这个今年2022年 可以说是这种 那种倍数的成长 直接来到14辆车 对 短短6年的时间 对 所以其实呢 可以代表说 除了消费者相当重视 这种续航里程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没有买过电动车 你或多或少 都有这种所谓的里程焦虑 对 除了消费者重视 那车厂也看到消费者的姓声 我就是要做一辆 就是长续航力的这个车款 出来提供给这个消费者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 突然那么多的 就是超过480公里以上的车款 就是提供给消费者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有哪些车款呢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列出这八辆车 都是目前台湾有 台湾可以买得到 对 台湾买得到 就是超过480公里 你看到这个 B&W的i4 还有iX 这两台车呢 其实它搭载了这个电池 其实它的电池容量都相当大 所以说也提供了 你看像这个i4 它有521到590公里 那iX它有425 甚至到630公里 其实这个都是远远超过 就是这个统计 480公里以上 凌均的480 而且是在美国 对 在美国 480它就够用了 而且你要想看 它美国它是用这个 EPA的这个测试方式 其实EPA测试方式 我们就是相较于这个 像NEDC这些 其实它算是比较符合 就是贴近日常的这个状况 用路人的使用状况 对 因为EPA呢 它特别加入一个 叫做低温测试 但我们都知道说 在这个极低温的状况之下 其实你如果有那种电子的 电池的设备产品 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 就是续航力会大幅的下降 有时候譬如说 我之前去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我拿相机拍一拍 怎么突然就没电了 对 要用暖暖包帮它取暖 对 其实电动车也是一样状况 所以说这样 这个EPA测试 这个480公里以上 其实算是蛮贴近 就是日常使用的一个标准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两辆车是算是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选择 像Honday的Ioniq 5 然后KIA的EV6 它这两台车都有大概 438到560几公里的这个续航力 而且它的售价就是 150几万到200万出头 这个相较于就是其他车款来说 都是算是比较平价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 冰式的EQS 这台车呢 因为它搭载这个电池呢 它是直接就是突破 100度的千瓦 就是100度的这个电量 所以你看它这个续航力 甚至突破到770公里 对 它也是目前在台湾 可以买到电动车里面 续航里程公布来说的话 是最高的 对 没错 因为它也是毕竟就是属于说 目前冰式的这个电动车的旗舰 所以它续航力 也是算是它一个产品的重点之一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 可以说是台湾目前 卖的最好的这个电动车 Model 3 它虽然已经就是推出了好几年 所以说可是它的续航力 就是以目前的这个标准来说 485到619 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程度 好 接下来就是Tesla Model X的S 所以就是目前台湾 Tesla所贩售三台车里面 其实都有符合这个 480公里以上的这个标准 那其实在这个名单以外呢 也有几款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14台嘛 有几台就是目前台湾没有卖的 可是其实也是相当有名的 像是福特的F150的电动车啊 或是像是那个Mustang的电动车 这些呢 其实也都有符合这个 480公里以上的这个电动车 对 续航里程 对 可是呢 目前就是台湾销售就是这几台 不过我相信说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车厂都相当重视这个续航里程的这个 对 所以说我觉得到 今年底甚至到2023年 这个14台的这个数字 其实还会继续在 会再更多 在哥们儿试堂时